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這個是原貌 然後第一次拆 拆到剩三分之一 還有留下這個鬼瓦跟整個建築體的樣貌 還有這個風雨走啦 就是剛剛看到的 那我們希望他停下來 要先把這個評估要做出來 而且必須要對地方跟文化有所交代 可是沒有 他第二次又來拆戶就全部把它移平 旁邊還有另外一棟日本宿舍也全部一起移平 這是非常粗暴的手法 在30分鐘內就全部移平 現場 高雄市政府確實是沒有按照文化資產保存化 特別是數條的相關規定來辦理 除分前 他也沒有通知文化局 文化局也沒有做文化資產的價值評估 那這部分我們會 會來 就是說來檢討法律上 是不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然後我們也會再次提醒 地方政府在第一線的時候 碰到這些類似的一個情況 希望能夠確實按照法律來執行 不要再有不違法的情形發生 郡守齊山郡 高雄州齊山郡 原郡守的官邸 他佔地面積約是170坪 所以是相當大 相當有規模的 而且在戰後的時候 轉為分局長宿舍 並且齊山分局其實一直有在做一些保存 而且在做一些整理 所以整個宿舍的規模是相當的完整 而且也相當的漂亮 9月18號當下 我們中華玩家基因會的人員 馬上打電話給文化局 詢問說這棟建築有沒有經過文化價值評估 文化局給我們的答案是 完全不知道猜哪一棟建築 也不知道哪棟建築有歷史文物價值 請高雄市政府 就這個齊山分局長宿舍被猜 叫他有個傳報要給你們 然後從裡面他們自己檢討 有沒有法律確實 他自己要講清楚 如果有 我覺得在行政上面 我們應該要給予一些處理 你如果法律上沒有懲處 但是行政上面 你最起碼中央對地方的一些補助 文化資產的補助 你就要做一些搶制性的動作出來 我想今天也請他們提專案報告好不好 在一個禮拜之內 好不好 這很明顯的 我滿知道委員的指示 因為那建築本來是好的 在人家我心裡滿重新 其實我 我想我今天來參加這個會 跟委員跟相關的朋友一樣 心裡其實還滿難做的 在拆除剩三分之一以後 文化局有到現場做勘查 那在地文史團體想要進去的時候 竟然被文化局的隨統人員 一同隨統人員主黨在門外 二組出去 那我們知道文化部 這一軍部長一直很強調就是所謂的 文化資產全民參與的原則 但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竟然能夠 這樣觀觀相互的模式 讓在地的文史社團或是報案的提報人 並沒有辦法進到這個文資現場 跟這些委員或文化局人員一起討論 是相當相當令人覺得在踐踏這個文資法的精神 文化局 文化價值評估的評語是什麼呢 他說 因為這棟建築已經被拆了剩三分之一 所以不具不被列為列徹 那這其實是相當荒謬的一件事情 因為 誰拆這棟建築 我就是水利局違法採除 他違法文資法採除 而在這一個過程中 完全沒有經過任何文化價值的討論 與在地文史團體 包括原據首管理 他原本對其他人的功用跟他的價值 完全沒做任何的討論 是相當相當 他有問題的 就是就國產法的規定來講 如果公共土地 他已經依照原來的計畫使用完畢的話 他其實並沒有所謂的被走路 但是就是說如果主管機關 也就是像警察覺得上一級主管機關是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可以依國產法的相關規定 來做一個核定變更用途 可是這個前提當然是他已經使用 依計畫使用完畢 有按照計畫來做使用 如果完全沒有照計畫使用的話 他是完全不可能做這個動作 那因為從剛剛看起來那個 就有的日式的建築 看起來他事故已經 當時應該是做宿舍 也做了一段時間的宿舍 只是可能近年來 或許因為宿舍的使用需求變更了 所以他就光廢了 然後才會有 剛剛我們看到影片上面 比較有點可惜的狀況發生了 那當然我們現在就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在會前才知道這個情形 然後只能就是說 我們盡快進行我們趕快行文 給土地管理機關 去了解他就這個土地的使用 到底是什麼狀況 這個是我們一定會去做的 所以整個過程他是 新風作浪 那個黑箱作業 那這樣子的一件事情已經造成 這一塊土地蒙羞了 今天講國產署在 讓高雄市政府可以變更使用的話 我想那個風波一定會繼續下去 所以我們還是強烈的建議 這個一定要收回來 收回來 因為這個地方已經發生分證了 已經違法事實了 已經違法事實了 你再給他可以轉移其他用途的話 那拆掉了這個 這個違法事實 今天已經都沒有辦法對他有所承華 停止土地撥用 停止土地撥用 嚇阻違法事實 嚇阻違法事實 是針對剛剛市政府 沒有遵守文資法15條 還原老屋建物 還原老屋建物 還給社會公大 還給社會公大 這是第二條訴求 我們希望文資局文件 文化部能夠硬起來 然後針對台灣的文化資產 能夠挺起胸 我們要留下祖先的資產 希望呼籲社會大眾 還有我們除了文化部跟國財產署 能夠嚇阻以外 檢調單位必須要調查 高雄市政府有沒有明顯違法 必須要有這個司法的調查 所以我們目前都已經同步 給高雄地檢署相關的一些內容